《浩月当空》第346章 同位共振龙语吟唱 眼中闪烁着金色光洁的龙当当举起了手中的混沌法权 先前他的魔法就已经在吟唱了 只不过现在同时以几种方法加快一下速度而已 火焰已经来到身前三米 却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因为在那六个龙当当身前 仿佛有一层无形的屏障阻挡着火焰的侵袭 让他无法继续向前 而就在这时 对面的火系专精魔法师的咒语依旧还在继续 这一次 足足有九团蓝色火球在他身前凝聚 他不只是专精火系的魔法师 甚至更专精于爆裂火球这一个魔法 正因为这样的另辟蹊径 让原本天赋并不算太强的他一步步走到现在 他对于爆裂火球 有着远超普通火系魔法师的理解 更认为将其开发到极致 足以让自己成为当事顶尖 他本来也没想过三个爆裂火球就能解决对手 但接下来的九星连珠爆裂火球乃是他的杀手锏 这是一个能够在瞬间爆发出接近七阶巅峰威能的魔法 更可怕的是这个魔法的实战速度只有普通七阶魔法的三分之一而已 在参加这次传承大笔之前 他就已经被军方特招进入军方的魔法师团了 而且给了很高的待遇 就是因为他这爆裂火球的实用性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仿佛听到了一声奇异的嗡名 是的 一种让他心神为之震战的嗡名 似乎有一头巨龙在吟唱在激昂的发出着龙吟之声 下一刻 一圈奇异的光彩 就从对面已经化为六道身影的对手身前 迸发而出蓝色的火焰 在遭遇到那六色光环时 顿时如同冰雪消融一般 消散的一千二几 而且 那光环更是以惊人的速度 朝着他这边蔓延而来 正在越来越近 空气中无论是火元素 还是残留着的什么其他元素 在这一刻 都已经被一扫而空 荡然无存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在心中怒吼咆哮着 这是六元素玻璃啊 怎么可能 有这么快的六元素玻璃 就算是元素圣女子桑流营 也不可能做到这么快 如果只是四元素玻璃的话 他对自己的变异爆裂火球 有着极高的信心 他这不是普通的火焰 而是附加了多种特殊层次存在的火焰 譬如阴火 灵火 甚至有他内心之中理解的万家灯火 在附带上太阳之火 他将这些火焰特性 揉合在一起 才有了自己这种特殊的爆裂火球 但是 无论他如何都无法置信 事实就是那样摆在眼前 眼看着 那六色光晕 就已经到了身前 而空气中的火元素 他刚刚凝聚出来的九星莲珠 在这一刻 全部被一扫而空 荡然无存 观战席上 甚至已经有其他参加传承大笔的魔法师 站了起来 就连子桑流银的眼神都凝重了几分 他们心中也有着同样的疑惑 为什么会这么快 要知道 六元素玻璃可不是简单的七阶魔法 而是一个七阶混合魔法 这和四元素玻璃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次之上 同样的魔法子桑流银也会 他扪心自问 自己能够像龙当当施展的这么快吗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还有 他当当吟唱咒语的时候 为什么音调和正常的咒语不一样 内心之中充满了疑惑的同时 子桑流银的眼神 一顺不顺的盯视着龙当当 而被六元素玻璃洗礼了的火系专精魔法师 此时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空空荡荡的 更是感应不到任何的魔法元素存在 无形的波动一闪而逝 他口中发出一声 闷哼就已经坐倒在地 精神冲击 很多参赛选手 都在心中默默地计算着一个数据 那就是 龙当当施展元素玻璃 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从比赛开始那一刻计算 甚至还把他愣神的时间 也都算进去 大约是 十秒 短短十秒钟 就施展出一个 这种层次的魔法 六个龙当当重新合一 他向对面的魔法师 微微躬身致意 行了一个不算特别标准的 魔法圣殿礼节 然后看向裁判 龙当当胜 虽然这场胜利 并不意味着 龙当当就已经进入前六了 但他这超快的魔法施展 而且还是六元素同时施展的强悍 却给所有人都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甚至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想到 这不又是一个紫桑流营吗 这一场 赢得似乎越发地轻松了 但实际上 龙当当今天的运气也很好 抽中的对手 是剩余这些参赛魔法师中 最弱的几个之一 再加上 他那超快完成的强大混合魔法 实在是太过于出人意料了 让对手 甚至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就已经失败了 为什么他能在短暂的时间内 完成一个如此强悍魔法的吟唱 看上去如此震撼 但实际上 龙当当也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用了自己几乎所能用到的 所有提升速度的方法 六个龙当当共同吟唱 这是他修炼幻星分神之法 到现在才终于面前能够做到的 所以 他就用出了一个污地 传授给他的高阶魔法吟唱方法 名为同位共振 通过同位共振吟唱法 六个他就像是六个魔法师 在同时吟唱一个组合魔法 每个龙当当都只是吟唱 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 单独的一个魔法 而六元素玻璃这个魔法 是强悍的七阶混合魔法 可到了单一一种属性 却都只是六阶 吟唱六阶魔法的速度 还是单一属性 自然不会太慢 另外就是 他在吟唱的时候 还用了龙语魔法的技巧 众所周知 龙族是天地褶 他们对于元素的亲近与理解 是人类所无法比拟的 乃是天生的王者 通过龙语来吟唱魔法 无疑也能大大的降低吟唱速度 所以说 并不是龙当当的魔法造诣 就有那么强了 实在是因为 龙语魔法 加上他那奇异的分身之法 本身能够带来的帮助太大 所以才有了十秒完成 六元素玻璃的壮举 从而一举击败对手 但同样的 也暴露了 他能够同时使用分身 来吟唱咒语的底牌 龙当当自己却没有想太多 总是要暴露的 毕竟 后面他很可能还要面临两轮对手 才能进入前六名 进入前六名之后 还有排位赛 想要持续获胜 还想要隐藏自己的能力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在听到裁判宣布了自己胜利之后 龙当当并没有久留 而是立刻出了试炼场 转身离开 给其他参赛者 留下了一个似乎有些高傲 又有些神秘的背影 紫桑留音的目光 一直跟随到他的身影消失才收回 秀眉微重 他真的已经如此强大了吗 但下一刻 他的眼神就重新变得坚定起来 无论是谁 无论有多强 自己都一定能够将其战胜 无论是谁 也不能影响到 自己获得本次传承大比最终总冠军的资格 总冠军意味着什么 他再清楚不过了 他的眼神中 不自觉地流露出了炽热 出了魔法圣殿大比的场地 龙当当一刻也不停留地朝着牧师 圣殿那边走去 同时也接收了来自于小邪传递来的信息 对于镇魔术的进化 他也不禁为之惊讶和震撼 没想到 陶学长竟然会在这种情况下 完成了蜕变 要知道 这可不是一般的蜕变 黄金血脉 他虽然不是召唤师 但也同样知道 黄金血脉意味着什么 陶玲玲虽然不是天生的黄金血脉 但哪怕是后天的黄金血脉 在当今灵魂圣殿 也没有几位吧 而且 他还顺利地 进入到了前六名 有了参与到最终决赛圈的资格了 除了已经被淘汰的明晰之外 陶玲玲本来是最不容易进入决赛圈的那一个 现在却是首先进入了 龙当当来到牧师圣殿试炼场地之外 探头探脑的时候 就被牧师圣殿的工作人员拦住了 看着龙当当 一身魔法师的装备 守卫一脸的警惕 这是想要 探查我们牧师圣殿 传承天才的能力吗 竟肯定是进不去的了 只能等了 龙当当也没敢用紫灵精 去联系林梦露 万一林梦露正在比赛之中 让她分神了怎么办 表姐要是阴沟翻船 没能进入前六 自己恐怕会被牧师圣殿 直接用天使降临镇压到死吧 并没有等待太多时间 她就看到了熟悉的人 林梦露身穿白色绣金牧师法袍 从里面走了出来 龙当当赶忙赢了上去 看着她脸上温暖的微笑 比赛的结果就已经不需要问了 只是向她竖起了大拇指 林梦露看到她竟是等在外面 眉眼之间顿时飞扬起来 递给她一个算你识相的眼神 巧笑奄然地来到她面前 并没有避讳一旁的牧师圣殿首位 就那么抬起手 攥住了龙当当竖起的大拇指 拉着她的手向外走去 首位们一个个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什么 我们牧师圣殿的神女竟然让魔法圣殿的家伙 给拱了不成 这 这怎么行啊 龙当当也是被林梦露下了一跳 但下一刻 她就握紧了她的手 眼神中已经充满了温暖 而此时的龙空空 却刚刚登上试炼场内的比赛台 有了上一场的强势表现 谁也不敢再小看这个年轻的二号种子 甚至很多人都开始了对她的研究 却发现并没有找到关于她的太多资料 有关于龙当当和龙空空兄弟俩的资料 在骑士圣殿之内 保密等级是非常高的 此时 站在龙空空对面的 是一名身材极为强壮 甚至可以说是本次传承大比之中 骑士圣殿这边最强壮的一位选手 身高足足有两米二开外 肩宽背阔 龙空空很怀疑 人家的公二头肌比自己的头都要大 左手一面重盾 右手一柄重型骑士枪 只是站在那里 这位就给人一种钢铁洪流般的感觉 简直可以说是守护骑士最完美的形象 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伴随着裁判的倒计时 对面这位骑士没有叙事或者是准备什么技能 而是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坐骑伙伴 那是一头身长足有五米开外 身上披着一层犹如重甲一般厚重角质 鼻子 额头 一共有三根巨角形如犀牛一般的恐怖魔兽 这大家伙单是体重恐怕就要超过五千斤 给人一种无比厚重的感觉 大地摩西 一种极为强悍 但却并不算太过于出众的坐骑 之所以说它强悍 是因为它的防御力甚至比地龙还要夸张 冲击起来犹如撞成锤一般恐怖 而说它普通 是因为大地摩西的上限就是九级魔兽了 也就是说再怎么强悍 大地摩西的血脉也不允许它进化到更高层次 而且这种魔兽性格暴虐非常不好驯服 本身体重巨大 速度也不算太快 所以很少有骑士会选择它 但很显然 它这巨大的块头和眼前这位重装骑士非常搭配 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奇异的协调感 重装骑士直接就上了大地摩西的后背 单纯从坐骑来说 这坐骑还不如龙空空上次面对那位选手的猛骂 但当这位重装骑士 骑乘上大地摩西的那一瞬开始 龙空空就感受到一股无比厚重的压力扑面而来 与对手直接选择骑乘坐骑不同 龙空空的骑手还是那么的简单 甚至有种横骨不变的味道 圆窝铃炉开启 神奇与铜铃炉开启 深渊之处释放 直接朝着对方连人带坐骑缠绕了上去 冲锋 嗡声嗡气的声音从重装骑士口中响起 下一刻 那体型庞大无比的大地摩西就已经开始迈开了脚步 根本就没有尝试闪躲深渊之处的吞噬 而是直奔龙空空发起了冲锋 整个试炼场内的大地伴随着大地摩西厚重的步伐都在颤抖着 一层金黄色的光泽骤然从那骑士身上迸发而出 覆盖了他自己的身体 也覆盖在了大地摩西身上 顿时 大地摩西庞大的身躯就像是被镀了一层金色似的 速度暴增 甚至连眼眸都变成了金色 这不是什么光明属性的加持 这是什么 龙空空甚至有些茫然 如果是林梦露或者是陶玲玲在这里 一定会告诉他这是什么情况 血脉加持